第七百四十三集 白明珠点点头,继续道 她说,她当初被打入冷宫是被李贤飞给害的 她根本就没有犯错 只是因为撞到了李贤飞的奸情 李贤飞害怕事情败露,所以想方设法害死她 可惜没害得死,就又想方设法把她送进了冷宫 这倒是成功了 至于李贤飞的奸情 白明珠深吸了一口气 太可怕了 我从来没想到白家居然能做下这么大一件事 昌宁,你知道吗 如果那位降鬼人说的都是真的 那,那你的五皇兄很有可能不是你父皇的儿子 而是你打舅舅的 什么 君长宁因为过于震惊,直接嗷了一嗓子 吓得白明珠伸手就要去捂她的嘴 可惜被君长宁给躲了 你别动手,我知道小生仙 可是这个消息可靠吗 我可怎么可能是大舅舅的儿子 这,大舅舅的胆子也太大了 这何止是欺君 这简直是把君家的脸面拍到地上狠狠用脚去踩啊 大舅舅不像是个胆子大的人 他能干出这种事 白明珠摇头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位降鬼人疯疯癫癫的 谁知道说出来的话有几句是诗的 但我想着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空穴来疯吧 就算是捕风捉影 那至少也得有风有影才行啊 不然他怎么不说别人 疯子的话 有时候被说成是疯言疯语 但有时候也更可信一些 毕竟他已经疯了 他脑子里存着的记忆 多半都是最深刻的 念念不忘的那种 我试过问他别的 他都不记得了 甚至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 却唯独记得这件事 你觉得可信吗 君长宁觉得可信 虽然这件事情令人震惊 如果没有人说起 谁都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 包括他五哥的长相 那双狐狸眼分明就是李贤飞的翻版 母子二人像极了 可那也是因为 他更多的遗传了李贤飞的样貌 也是因为那双狐狸眼太特殊 所以几乎掩盖了他其他的相貌特征 如今仔细想想 似乎除了那双狐狸眼像李贤飞之外 他那个五哥几乎没有一处长相 是像他父皇的 反倒是口鼻有些像白星炎 君长宁惊出一身冷汗来 他再次跟白明珠确认 如果要诸九族 真的连累不到咱们吗 白明珠点头 你放心 就算连累到我 也连累不到你 但总归是能连累到白赫然的 所以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就像当年苏家的事情一样 苏家也是被抄家灭族 苏化碗既然能被从死饭堆里扒了出来 白赫然当然也能 不过 死最可免 活最难逃 你时刻就算舍不得他去死 但也绝不可能再娶他为妻了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将去寒干和亲的事情赛给他 他也是公主 寒干国君就算心里不痛快 也不可能敢有二话 君长宁用力点头 我知道了 这事我一定得办好 不但要把白赫然给塞出去 连着那白珍珍的亲事 也得一起跟着完蛋 看着他们完蛋 我真高兴 就算只是想想 也足够痛快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那位指挥 跟在夜交屁股后面的大舅舅 居然有胆子盖下这么大一票市来 居然让君家替他养儿子养了这么多年 对了母妃 你说这个事还会有人知道吗 白明珠沉默了半赏 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老话说得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不定还有什么人悄悄地知道 但是不敢说出来 又或者是憋着什么话也不一定 而且我琢磨着 以你大舅舅的性子 他应该不敢做这种事情 何况这里可是皇宫 他就算有这个贼心和贼胆 又哪来的机会跟妃子私婚 还生下孩子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 这事是假的 君长宁又泄了气 你到底要怎样 白明珠赶紧解释 不是不是 不是假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事是真的 那么很有可能 就是当年你大舅舅 包括李贤飞也算上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两个同时 调进了一个局 而这个局 是被有心之人设下的 目的就是把他们两个 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 君长宁惊了 可随即就想到了一个人 你是指德副宫那位 白明珠点头 除了她 当年没有人能在宫里 有那么大的势力 当年你的那些哥哥们 大部分都还没出生 要么就是还小 皇上势丹力薄 皇后自然也没有如今的气派 整个后宫 其实都是被太后把持着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有人做 那么就一定是她 除了她 没有人能做得成 那意思就是 这件事叶太后也知道 君长宁说到这里就笑了 无所谓 谁知道都无所谓 我的目的是 让这件事情大白天下 至于会不会 缴了叶太后的局 哼 那个老东西 这会儿都趴在她上 起不来了 叶姐也早就完蛋了 她哪里有金量跟我斗 母妃你放心吧 我不但会把这个事给做成 我也一定会保住你的命 再把你从这冷宫里接出去 我要让颐和宫 还是你康贫的地盘 要让君木风这个杂种 滚出凌王府 也要让白鹤染 乖乖地替我去和亲 君长宁走了 白明珠看着女儿的背影 心里也生起希望来 她希望君长宁成功 她太想从这冷宫里出去了 哪怕不做回康平 降位分 换宫院什么的都行 只要不在冷宫就行 她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里疯子太多了 经常是一个人 好好地与她说着话 突然某一句就吓了道 她才意识到 好好跟自己说话的这个人 其实是个疯子 而自己居然跟个疯子 认真地聊了小半天 那自己成什么了 她害怕在这里待久 自己也变成疯子 所以这个事一定要成 不但要让她的女儿 摆脱去涵甘和亲的命运 也要让她从冷宫里走出来 大年夜的前一天 几辆气派的大马车 同时从镇备将军府出发 赶往天资镇 这是白家老夫人的车队 加上三老爷一家 二老爷夫妇 还有国公府的 红氏 林氏 白珍珍等人 一直往天资镇 去跟白赫然会合 说好了今天 一起吃慈年饭的 老夫人这几日 就一直盼着这一天 她还没有去过天资镇 只听人说起 天资镇有多好多好 但是脑子里 还是没有个具体的印象 现在终于可以亲自去逛逛 亲眼看看 心里是那种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 因为那是她孙女的封地 一个异性公主 能做到拥有封地的程度 她觉得 这简直比老辈人 得到文国公这个爵位 还要值得骄傲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所有人都向往前去 天资镇团圆 可是也所有人都没想到 就在他们一派喜气的同时 宫里的君长宁 正在一步一步 算计着白家 到万劫不复 白家人的到来 让公主府再次热闹起来 白赫染发现 打从班到天资镇 几乎天天都在艳客 好不容易昨日消停一天 还用来给红旺治病念书了 她本是不喜热闹的人 前世在白家大宅里 她就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 不管外面来了多少人 只要不一定需要她出面 她都不会走出房间半步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僻的 就因为孤僻 所以才不愿与人接触 越不愿与人接触 就越孤僻 慢慢地就成立一个死循环 可直到现在她才发现 其实并不是自己不爱热闹 也并不是自己孤僻 而是因为 之前没有遇上对脾气的人 不管是亲人还是友人 除了五脉金氏传人之外 没有一个人能对上她的口味 能与她志趣相投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 不志同道合自然就没有交流的欲望 当然不只是志趣相投 最重要的还是亲情的维系 前世的白家每一个人都在想着 如何才能分得一份家产 如何才能把数千年流传下来的 大家族瓜分干净 他们个个都是使徒的行家 独卖一系充满了阴谋和算计 空气里都飘散着毒药的味道 那是各种毒药混迹在一处的味道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制出的毒 去害其他的人 哪怕他们是兄弟 是姐妹 甚至还有夫妻反目 妇女相残的 所以她讨厌那个地方 讨厌那里的每一个人 可是现在不同了 白赫然发现她开始喜欢上了 每日府里人来人往 个个都洋溢着笑脸 个个见了她都是真心实意地笑 掏心掏肺地好 她愿意跟这些人一起说话 吃饭 甚至都想在闲下来时到镇子上走走 买点喜欢的小玩意儿 渴了就喝口清茶 饿了就吃个包子 或是在街边喝碗馄饨 她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本源 这才是过日子的根本 所以当白老夫人一行人的马车 依次停到了公主府门口时 白赫然笑颜如花 一瞬间竟产生了 这些人来了真好 要是能不走就更好了的想法 她不是不喜欢家庭氛围 她只是不喜欢前世的白甲 和今生的闻过功夫那样的家庭氛围 如果一座府邸里生活着的 全都是想着彼此的至亲好友 全都是心往一处想 静往一处使得亲近人 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可惜谁也不能留下来 长长久久地陪伴 老夫人不行 就连白艳雨都不行 姑娘大了早晚要出嫁 就算按照天字阵的规矩 女子满十八才可嫁人 但那也不过几年的事 留不住的 二姐 三姐 其中一辆马车的车窗帘子 被掀了开 白珍珍从里面探出头来 你们两个可是到这边躲清闲了 可不知道我在京里忙成什么样 二姐姐 你可得好好慰劳慰劳我 年前的金生阁真是快忙死了 我昨晚都害时没了才回家 你得给我做好吃的 白赫然知这小丫头是在邀功 但也知道金生阁年前特别忙 肯定是真的 古代的医馆跟后世的医院是一样的 快过年了 人们都想把病在年前看好 不愿带病过年 所以一到了年终岁尾 医院几乎都是忙得挤都挤不进去 一号难求 金生阁就更是忙了 平时去看病的都是些穷苦人居多 毕竟那里是疫诊 但到了岁尾 大户人家也会求到金生阁来 请金生阁的大夫 为他们家里的亲人证治 特别是那些有重症病人的人家 病了多年的人 治又治不好 死也死不掉 谁也不想在正月里出个什么意外 所以都赶在年前去金生阁请大夫 好歹把家里的病人拖上一拖 拖过了正月 当然 有经济能力的人来请大夫 是要付银子的 对此 金生阁一个铜板都不会少收 知道你辛苦 姐一会儿亲自下厨给你做好吃的 白赫然走上前 将白珍珍从车厢里拉出来 再回过山扯了一把白艳雨 先接祖母下车 咱们姐妹间的事回去慢慢聊 三个漂亮的小姑娘一字排开 站在最前面那辆马车底下 身后还站着白浩轩和白浩峰两位少年 很快的 车厢帘子就被丫鬟从里面挑了开 最先出来的是将军府的唐小姐白桐姐 几位弟弟妹妹进来可好 白桐姐精气神很不错 脸蛋红扑扑的 一双眼笑得弯弯 像个月牙 她站在车厢外头告诉白赫然 我们起了个大早就出发了 祖母念叨了一路 说今儿除了吃此年饭 还想在天字镇上逛一逛 就是不知道时辰赶不赶得紧 怕回城太晚 正说着 三夫人官室已经扶着老夫人出来了 官室一边起身还一边说话 要我说啊 早点晚点都无所谓 母亲是担心回太晚城门都关了 我说母亲根本就不需要操心这个 就算咱们不打着阿染的旗号 单单冲着您三儿子是镇北大将军 那些守城的官兵 哪个还能不给几分颜面 怎么可能会拦着我们家的车 不让进城呢 所以母亲您今儿就放心地逛 逛不够的话 等正月里闲下来了 我再陪您特地过来一趟 专位逛街 祝子们好 咱家是您的贴身总管 小鹿子 鹿青竹 这次啊 就以太监江月的身份登场了 希望小主们不要嫌弃咱家 嘴笨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